这一道佛怒火莲,恐怕是直接消灭了十几万只魔头,冲击波一圈一圈震荡开来。 就算有硝烟火焰作为屏障,但冲击还是让众人感到胸口阴闷。 武镇和剑书没有见到过硝烟这样的招数,一瞬间,骑士目光有些惊恐地看向硝烟,然而,硝烟似乎也并未打算就此罢休。 霜掌之中不灭之火和石穴妖炎再度浮现。 硝烟似乎准备再度凝聚一朵佛怒火莲出来,看清模样,是打算要炸就炸个痛快。 佛怒火莲的效果相当出色,虽然消耗元气巨大,但是威力和效果都十分惊人。 照硝烟这种消灭的速度,用不了几朵佛怒火莲, 恐怕这几百万的魔头都要被硝烟给生生炸个干净。 与此同时,硝烟离已经杀进了魔柱当中,雷百和五天鱼就在他的面前, 皆是被一条黑色的魔绳捆在魔柱之上。 硝烟离已经抬起死神之连,准备割掉魔绳。 就在此时,硝烟离忽然心跳加速,极少出现的危机感,竟然出现在了他的心头。 当即身形往后倒射,只见一道血光从天而起, 恰好就是硝烟离方才所处的位置。 顺着血光呼啸而来的方向看过去, 在那下方,衣衫蓝绿的身影, 手持一柄八尺血刃, 一双红毛,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硝烟离。 硝烟离看到下方, 手持八尺血刃的魔头时, 感受其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波动, 就令硝烟离心头一震, 这种力量上的压制,瞬间就能感受得到。 好强大的力量,当真是不朽吗? 硝烟离眼眸微眯, 但他身上却毫无退缩之意。 虽然硝烟离的实力很强, 但却并未达到不朽之境。 若是要对战不朽,还是十分困难。 不过硝烟离从来不惧敌人, 这就是他的性子。 无论打不打得过, 只要硝烟离杀心一起, 就一定要先打一下再说。 硝烟离抬手割盾了磨绳, 这磨绳的强度实际非常坚固, 只不过虽然坚固, 但还是硝烟离手中的死神之灵更加锋利, 请客间就将其切断。 雷百和五天鱼二人已经被困许久, 即使受了重伤, 几乎丧失了战斗能力。 与此同时, 远端又是一朵佛怒火帘绽放开来。 两朵佛怒火帘, 瞬间消灭掉了几十只魔头, 生生炸开了一条通道。 硝烟带着众人迅速靠了过来, 众人立刻搀扶住了重伤的雷百和五天鱼。 此时雷百看着赶来的硝烟, 傻哑开口。 尊杀, 他是不休, 快偷。 雷百已经接近昏迷, 一股意念支撑着他们。 硝烟拿出了一大把疗伤丹药, 二话不说, 就塞到了雷百和五天鱼的口中。 别担心, 我会把你们救出去, 安心恢复吧。 硝烟看着雷百说道, 而后, 直接将雷百和五天鱼二人, 送入到了空间机制当中。 爹爹, 你们暂且退开一些, 让我来解决它。 硝烟离手持死神之连, 眼中燃起了战役。 只有面对比自己强上许多的敌人时, 硝烟离才能真正燃起战斗的欲望。 看着一脸战役的硝烟离, 硝烟本想让硝烟离就此撤离, 但他知晓, 估计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, 看硝烟离的模样, 今日务必要与戏一战了。 硝烟微微点头, 向一侧撤离开来, 此时仍有大量的魔头朝着他们再度扑来, 两朵佛怒火莲, 几乎将硝烟七千万的元气抵晕, 都使消耗一空。 此时, 硝烟迅速吞服, 早已体炼好的恢复元气的丹药, 弥补元气抵晕。 好在是石绝妖炎在沙伐天之中, 硝烟吸收元经的时候, 它存储了大量的神之元气, 因此在硝烟消耗一空的时候, 石绝妖炎, 源源不断地给硝烟提供元气抵晕的攻击。 所以, 硝烟双手之上再度是涌动出不灭之火和石绝妖炎。 对于这些魔头, 硝烟没有任何一丝怜悯, 因为这些都是来自入侵神兮的太虚事件, 本可不用完全将它们消灭, 但硝烟却是没有任何姑息的, 就打算将它们全部都消灭一空。 都不用众人出手, 抵挡佛怒火帘的冲击于微便可。 在硝烟一道又一道的佛怒火帘之下, 百万的魔头近乎被消灭了八成, 如今只剩下了十几万的魔头, 但此时硝烟却不敢再施散佛怒火帘了, 因为周遭的空间已经出现了破损, 恐怕若再炸下去, 这片空间就会彻底坍塌。 一旦坍塌, 后果不堪设想, 剩下的魔头, 众人在出手抹杀的时候, 压力便是要小伤了许多。 与此同时, 萧月里和拥有着不朽实力的魔头, 对抗在了一起。 二者兵刃相接, 死神质量挥出的黑芒, 和魔头八尺长刀挥出的红芒, 碰撞在了一起。 两者之间的战斗,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夸张, 实际上, 这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, 巨星成寸, 每一次挥出的力量都极度压缩, 只会冲着目标而去, 两者看起来并未有多绚丽的对碰, 实际上每一战都足以抹杀一名寻常的九星斗神, 之所以萧月梨能和他有一战之力, 乃是因为萧月梨也掌握了巨星成寸, 能够将自己的元气力量, 百分之百地凝聚在自己的攻击上。 萧岩目光微明, 对于两者的战斗, 萧岩都颇感兴趣, 只见两道身影, 速度极快, 每一次的碰撞, 甚至没有发出太过剧烈的声响, 可周遭的空间, 却已经出现了崩溃, 也就是说, 此刻他们的每一击, 都不会比萧岩的佛怒火链弱到哪里去, 看似随意的攻击, 即使都是明误到极致的招数, 大到从简, 战斗发展到巅峰的时候, 也依然如此。 若是在双方实力相等的情况下, 那就得看谁明误得更加深刻, 谁的战斗理解更强一分了。 远远地看着, 萧岩眉头逐渐微皱, 虽然萧月黎能和魔头对抗, 但似乎萧月黎非常被动, 也就是说, 萧月黎找不到魔头的一丝破绽。 反之, 萧月黎似乎逐渐落入了下风, 随着攻击, 萧月黎体内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大, 和拥有着不朽实力的魔头, 仍旧存有差距。 萧月黎似乎萧月黎似乎萧月黎似乎萧月。 有钱, 有钱啊, 竟然积下了我近一百多, 而心里似乎并非不朽, 着实有气 这里我还真舍不得赏你了 魔头忽然开口了 他竟然会说话